你 妾就知道 殿下瞧不起我 不如即刻休了妾 去那去邻居便是 你够了 就是因为你 去邻居收缘数十年 今日 我就要为他 写托运居 你若是愿意的话 你就同我一起面上 我会去邻居修寄 你若是不愿意 就给我滚 去邻居 使妾憎恨了十余年之人 那就像是 我与殿下心中的 一根刺 拔不掉 又不能视而不济 我恨不能他立刻被停 死在牢狱中 我恨绝不会 为他求你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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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朝廷宾官 寄人大事 走 退下 退下 别快给我打人哪 来人哪 打人哪 好 你们母子俩联手抗拆 说什么 廷尉府不能查问家事 要私刑去世 好 那参见这就去请个人来 与你们好好说说家事 走 毒府 你和太子司徒害死我儿 我可怜的儿啊 却会死在你们手中 简直欺人太甚 太子让着位高群众 谋臣子欺 此时我非要去义士台 告状不可 给我住口 关门 此事到此为止 不要再追究下去了 凭什么不追究 我儿就这么白白死了吗 太子于臣子欺害死人民 山上也不管管吗 我相信帝父平日为人 我梁家多少贫寒子弟 读书不起 多亏帝父平日资助 我不信帝父与太子有私情 况且就算有私情又能如何 高门大院里的事情 谁能说得清楚 当年树母上位 难道也要一一查清吗 好你个梁无忌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多年 你不过是先父书良的养子 坐到周末位置 不过是先父怜悯提拔 今日已经为去邻居罔顾我儿性命 明日我便去比明族长 将你们俩一并开除宗族 我的儿啊 续伯母要为我辩解了 我却由私惠太子殿下 私得不解我也有过错 我认罪了 愿为夫君 赔命 混账 私惠臣妻 你居然还敢让朕来替你自首 居然还敢让朕去顾问廷卫府审案 还曲林军一个清白 替曲林军申冤 你怎么不找条河 找条河自己跳下去 死都算了呢 儿臣也想 只是怕儿臣死了 曲林军依然梦冤 岂不是救人不成 所以来请父皇 并功处置 爹 还将此事自作主张 你告知廷卫府 你怎么不高到御史台 怎么不高到天上去 你信不信 明日一早 朕就可以废除了 父皇 儿臣只是不愿去林军再谋冤屈 私惠臣妻 此事儿臣认了 便是因此废除 儿臣也无愿有 儿臣曾经是深爱过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心里早就放下了 儿臣只是不愿 不愿看她再受冤屈 不愿看她为了我 受那么多年的打 儿臣也娶邻居 清清白白 绝无半点跃距之事 儿臣只是心里 心里对她有愧 可是你们孤男寡女啊 私会别愿 你再辩解清白 谁信 天下人信吗 他们信你的话吗 我不管世人信不信 我只要心中无愧就好 师父子 你愚蠢至极 身为储君 品行荡为天下之典范 而你呢 因为儿女私情 差点毁了你的名声 难道在你眼里 曲林军蒙冤 重于江山社稷吗 你呀 重情而妄国 你担得起储君的位置吗 陛下 父母都知自家儿女品性如何 孩儿们蒙受冤枉时 世人眼光如何并不重要 孩子在意的 是父母是否愿意相信自己 且身为人母 信自己孩儿 绝没有做过半点辱魔皇家尊严之事 不知陛下身为人父 可信太子否 子尚 去 务必查明真相 那给东宫乃至天下一个交代 是 我 刚刚没见过 正久了 我笑福了 我这么年跟着 张静儿 vl 先来 那你为何要去 自然是为了圣上 为了天下 我为皇后 为太子 你为圣上 是因为她对你有养育之恩 我为皇后 是因为她对我有照顾之恩 太子殿下有眼无助 选错了太子妃 还得曲林君所嫁妃人 如今她想帮曲林君一把 却害其卷入了更不堪的境地 害怕自己打了进去 这太子做的 可真是